上一集我們說到去 Flower and Stone 試吃它的餅 尤其是被譽為Signy No.1的 Lemonade 接著再去 Novotel Hotel Check-in 開始我們的 Staycation 之旅 之後在酒店附近管转 和到 Darling Square 我再試賣這間 Robo 的牛腩麵 果然還是적 Center的牛腩麵 大家好!HFA 澳洲韵食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悉尼Stickation之旅 现在在我们右边,就是在悉尼市中心里的苹果店 看来现在宣传朱罗吉 接着我们走去Pete Street Mall 这条街很好走,因为两旁有很多特别好市场的店铺 还有很多街头摆卖 当然不少街头表演,超过热武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Sidney Tower 顶楼有自助餐吃 今天真是人头涌涌 每个人都出生来逛街购物 跟着来这里,就是The Strength Arcade 我离开City,也会来这里逛逛 很漂亮的一个商场 好,一定会有静下的节目 有多好相当的逛街购物 是一费的主要,客人一切让有更多 易逛街购物 恐怕热物 这里的CBD真是愈夜愈美 这里就是Martin Place 我们今天要吃饭的地方应该在这里附近 就在这里 在Martin Place旁边一条小巷 走到小巷的尽头应该是 就是这里 Suminoya Suminoya主打就是吃日本烧肉放堤 说明放堤,当然不少有寿司吃的 马上进去看看 今晚有订位 店员安排坐卡位 看来今晚都可以,不是太多人 因为我们只有3人的缘故,店员就跟我们开了一个路 马上看看菜单 Suminoya的放堤,分为3个价格 有69元,最基本 可以叫79元一个人,可以吃寿司和鱼生 如果给89元,可以吃和牛 我们这次就选了每人79元的放堤套 店员跟着就会给iPad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这次还每人加了8元 可以喝喝饮品和吃甜品 不过酒里饮品就不包 要提提,这个放堤是限时90分钟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捡到7 1,1,2,1,2,0,1 用1,2,0,1,3,500,1,4,600,1,2,5,300,1,1 我们就要准备就绪了 随时可以开餐 店员还给了一桶冰 不说了,马上喝一罐可乐,要冰底 第一轮叫的刺身来了 为什么这么少? 原来我们点错了,我们点了一 即是等于每一样来一件 不过不要紧,是放堤,足够再点割 然后我们的烧烤料 第一样就是牛腻,这是一份 然后叫牛肉,也是一份份量 看来的炉都挺有火气 哇,好厉害啊 红红烈火 又是那样,是不是出了武林性火令呢? 哇,越烧越厉害啊 然后来这几个就是带子和牛肉寿司 再加多个海鲜沙律 说到这么多了,马上试一下烧肉 哇,那些肉真的很好吃啊 够香和juicy 这个就是鲍鱼 鲍鱼饭 鲍鱼饭 这个就是鲍鱼饭 这里就是刚才说过的海鲜沙律 冰箱是海鲜沙律 这里就是海鲜沙律 这就是海鲜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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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鱼饭还蛮OK的 这就是四件大纸寿司和两件鲜鱼寿司 一寿司味道都OK,但我嫌带纸太薄了 再来多点烧肉 还有番丁牛腻 这次我们教细了火 Medium Rare就可以了 接着来这个就是牛油虾 因为我们想尝试和牛的关系 额外加了3元 就来了这碟 你们又喜欢吃烧肉呢? 尤其是烧肉放体?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什么时候要吃烧肉呢? 我可以吃烧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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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прав了 我最后看了 我了解 鲜鱼 就像手牙绕的那些鱼 现在就想吃烧肉 好在在讀 iPad 之前,我们已经选了甜品 选了一些绿茶冰淇淋和一些 Mochi 这个就是红豆 Mochi 果然都是红豆馅 吃饱饱后,烧肉胜火都随随生灭 今晚的日式烧烤放堤,烧肉都可以 但是鱼生和寿司就有代改进 今次吃了224.5澳币 包括两个大人和一个半家 吃饱饱后,我们继续走在西尼市中心 这里就是另一个很漂亮的shopping mall 叫做QVB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我们回到酒店睡了一晚 翌日醒了后,还有安排了很多特别节目 例如在酒店吃了一个很丰富的早餐 继续在酒店附近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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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得给个like、share影片出去,留言和按一下小铃铛 如果未订阅HFA澳洲银行的朋友,快点订阅这个频道 还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